看看下一对嘉宾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吧 请看 我跟裴裴在一起已经两年了 其实这两年我们关系处的是很好吧 但是这不是毕业了吗 就最近一段时间吧 就是为了毕业之后 如何打算去哪的问题 就是吵了几次架 他也跟我冷战了一段时间了 他家是河北的 然后我家是江苏 他又想留下 但是我又想回家 所以就觉得现在还不能答应吧 今天的我也想就是向他求婚 就是借这个机会 看看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来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蕾 23岁来自德北 学历本科 女主人公陪伴23岁 学历是本科 来有请有请两位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你看上他什么了 好啊 怎么好啊 哪都好 哪都好还要分手 没说分手啊 我们肯定不是奔着分手来的 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其实这个矛盾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困扰我们 闹得我俩也挺不愉快的 一直就在冷战嘛 冷战多久了 大约差不多有多半年了 谈恋爱多久了告诉大家 两年 怎么这多半年要为这些事冷战呢 因为现在已经毕业一年多了 然后我父母已经离异很多年了 奶奶身体不好 自己一个人带着弟弟在家 爸爸身体也特别不好 妈妈现在也不方便照顾弟弟 他们现在特别需要我回去照顾他们 我不想让他回去 因为他也 怎么那么自私啊 陪着回去 我不是自私主持人 因为我想跟你说一下 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如果回去的话 他肯定承担不了那么大一个责任 所以说要回去就是必须我陪着他回去 那就跟他回去呗 如果说我跟他回去的话 我的发展前景就没那么好 因为我最近刚找到一份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工作 他重要 工作重要 这两个没有可比性 你老家是哪的呀 我家在昆山 苏州那边 虽然说苏州发展很好 但是毕竟我大学在这读的 我人脉关系都在这 如果说我回去的话 什么人脉关系你跟我说说 我有老师在这边 我有同学在这边 我还有一个就是跟我爸关系很好的 一个叔叔在这边 他自己也是在做广告 所以说我比较有一定的人脉关系 你就怕去那边不行了是吗 不过在他家 我连份工作都找不到 怎么找不着呢 因为我之前做过 我去找个工作 我在这边找个工作 在哪边 就在北京这边 我老家在昆山 在苏州 去那找 但是还有很重要一点原因 就是我去那边 我不一定能够帮上什么忙 我只需要你陪在我身边 那可以你留在北京 我陪在你身边吗 我现在也说了 我现在特别特别需要你 陪我一起回去 好吧 陪我一起去照顾这个家庭 行 明白了 他的问题我问完了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非得你回家 刚才说了奶奶身体不好是吧 对 弟弟还小 对 他明年参加中考 那你弟弟这么多年来 跟谁一起生活呢 跟奶奶 妈妈呢 妈改嫁了 爸爸呢 他身体不好 行动不方便 所以要回家照顾爸爸去 是吧 对 你爱他吗 爱 你让步吧 但是我爸妈因为是从商的 他很希望我也回老家去从商 当时我为了跟他在一起 留在北京 我跟他们吵了也不止一次下 如果现在我跟他回了昆山 那我父母本来已经退了一步 他们绝不可能再退另一步的 诶 那就两地恋嘛 我也跟他提过 如果说有能力的话 我把你奶奶 或者把你家庭跟你接到这边 我来照顾你们 但是这不可能啊 这有什么不可能啊 这很不现实啊 因为我有那么一个大家庭 我不相信我有能力之后 我还不能照顾他们 他像一棵树一样 你不是只把我接过来就成 你把我弟弟接过来 把我奶奶接过来 你能把我爸爸 我妈妈也接过来吗 不是 你父母不是离婚了吗 你母亲不是改嫁了吗 对啊 但我和弟弟都是跟着爸爸的 就是说我妈妈心下无子 母亲的养老也需要你们 对啊 那咱们就一地恋 我又不是没给你提过这个 不是 但你同意了吗 现在问题是我现在 特别特别需要一个人 陪我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 你为什么总是不能 给我一点时间呢 你非得现在逼我跟你回去 我也有等啊 已经毕业一年了 我这一年不是没努力 我从没工作 我到找到一份 非常合适我的工作 我知道你努力了 我也知道你在找工作啊 反正说白了就是 他要不跟你回去 你们俩就得完蛋呗 不要分手 他就必须得跟你回去 他不跟你回去就得分手 不要分手 那到底什么意思呢 你得告诉我 我没听懂 就要一起回去 哪怕是给我一两年的机会 如果说我在这边不奋斗 我就跟你回家的话 我会觉得我这辈子会非常的可惜 明白 我连奋斗的机会我都没有 你就不能再妥协一次吗 你每次都那么宠 我那么爱 我可以宠你一辈子 我还可以爱你一辈子 但这一次不是宠不宠的问题 是现实就摆在我面前 我不能现在跟你回去 我现在也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啊 我们看看啊 别着急啊 他母亲 你们有缘分的话 就是你未来的丈母娘 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你听听啊 喂 您好 您是陪陪的妈妈吗 现在陪陪和小雷的感情 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求助到我们节目 您对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事 怎么看啊 我同意她在一起 同意她在一起 但是我得有条件 我必须叫小雷叫 让我们叔叔来结婚 我和她爸爸历分也那么多年了 她爸爸身体也不好 弟弟马上再考高中了 没人管也不行啊 最起码给她弟弟玩上学业 还得给她弟弟买房子 没房子 弟弟怎么提媳妇啊 但也说我的身体也不好啊 所以您现在 首先要求小雷 跟陪陪一起回苏州是吗 是 我要求他们回苏州 那如果他们两个人 要执意留在北京呢 那我不同意 因为如果要 能搭去这个家了 我叫姑娘嫁给她 如果她搭去这个家 我都叫姑娘回来 我在苏州 给她找一个好人家 陪陪你难受吗 为什么难受 是你妈说的让你觉得不舒服是吗 妈妈你句话说的让你不舒服呢 我来告诉你好不好 我听着作为一个外人 我挺愤怒的 太自私了 把女儿当成了什么 对于这个家 他们做母亲的没有尽到责任 改嫁了吗 凭什么要求女儿承担这个家 凭什么要求女儿给弟弟买房子 你也寒心啊 小伙子 你准丈母娘这话 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 她妈这个想法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说 假如我现在跟她回昆山 她妈要求的我肯定做不到 但是我会在那边特别的努力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我还有可能去接近她妈的目标 我还有可能跟她在一起 小伙子就是一心一意要跟人好 对不对 但是前提是我不能跟你回昆山 是 今天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我俩好的第二年 我过生日 她给我送了一个手工相册 记录了我们这两年的点点滴滴 哇 做得很漂亮啊 记得你骑小车 大冬天跑到昌平给我买粥活 记得你骑小车带我出去兜风 记得你骑小车带我去超市 一次一次 记得属于我们的小车的所有的回忆 记得你对我所有的一切一切的好 当时她为了做这个 你手都被弄破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这个相册的第一页是一句歌词 我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 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最浪漫的事是和她一起慢慢变老 那么最现实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跟她一起回家 那你这是带条件的 不是我不想留下来 现在面临这么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真的没办法 我需要一个人陪我一起来承担 可能她不需要陪我承担什么 那你为什么总把你家那些关系压在我们之间呢 我觉得非常的累 每次你提你家那些事 我不是没想过 我都跟你说了 我想过 但是你总是还会每次都把他们压在我们关系之间 不是啊 我们俩在一起之前 你就已经非常清楚 你就已经知道我家是这种情况 你忘记了你当时怎么承诺我的 你怎么说的 你说你会陪我一起面对 那你现在又是怎么做的呢 好委屈啊 怎么我这么爱的男生不能帮我分忧呢 你就跟我回家吧 站起来我抱抱你 站起来吧 站起来才能回家嘛 蹲在那怎么回家 我也真的想跟你回去 我不是没想过 但是我跟你回去 我真的去 是没有 现实真的不允许我跟你回去 小脸先不说了呢 行你们俩抱着吧 来 各位老师辛苦你们一下啊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那就站过来吧 其实你们俩懂浪漫 但是不懂爱情 爱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但是 陪陪 你把你们家那棵大树搬来了 搬到了一个小花盆那 一个花盆 怎么能承载一棵大树的重量 我没让它跟我一起承担 我只是想让它陪我一起回去 我不想跟它分开 有它在我什么都不怕 没有它 我现在可能就有许多事情自己做不了 你现在面临的选择不是说它在与不在的事 而是它能否跟你回家 否则就不在的事 你把两件其实并不是同一水平线上的事呢 搁在一起说了 要不说你不懂爱情 其实我俩意志都挺好的 是的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不要被爱情胁迫 也不要被亲情所左右 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浪漫的事哪个人都会做 但是关键是如何把现实这些事处理好 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我将你一军啊 好吧 您就是他的话 现在您怎么做呢 我肯定不回去 但是我不会放手 我要用我的努力来证明 我即使留在北京在密地恋 我也可以完成你对我的期望 陪伴一直在说 我只需要他陪我回去就好了 那他回去到底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需要承担我家里一些开销啊 或者是什么 那你是觉得说 只要你晚上回家 看这个男人在你家里 有他在这你就安心了 对 那你岂不是很自私 你用他对你的爱来要挟他 要挟他放弃他所有的一切 但是现在我面临的是 是你面临的 不是他面临的 一个男人对他来讲 他说了一句话 说如果我没有我的事业的话 我可能会后悔 你难道不希望 他有点他的事业以后 再跟你回去吗 我觉得他回去也可以发展 如果他就想在这呢 如果爱是成全 我们不如果了 我也直接问得直接一点吧 你现在就是小姑娘 你怎么做 我肯定不要他回去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他真的为了我 放弃他想要的东西 回家以后 他永远会跟我责备 他也许会痛苦 而且这种痛苦 不知道痛苦到什么时候 最后的痛苦也可能是我们两个分开了 也许我们两个一辈子的婚姻都在吵架 陪陪我不喜欢你妈妈 因为我从你妈妈的这个话里听到的是 如何教会你 把责任放在别人身上 因为他把他的责任放在了你身上 而你的背影那么的瘦弱 让我那么难过 这么好的一个男朋友 他那么的爱你 正是因为他这么多年 无微不至地呵护你 才让你离不开他 你希望你到了一个 新的环境中或者回家去 你还希望他陪着你 给你合伙 但他还有一份追求事业的心 是多么棒的一个男朋友啊 你要认清楚 其实作为旁人 并不赞成你妈妈那种 把应该属于自己责任那一部分 转嫁到别人身上 你都感觉到累了 你男朋友 那个爱你的人 他没有感觉到累吗 你就那么忍心吗 蔡老师 你要这小伙子 你怎么办 一底脸 有舍才会有德 但是我觉得他呢 小雷 你刚刚有一句话我听了 其实不太舒服 就是人脉这个词 你刚刚走进社会 其实在社会工作里面 可能会有很多 需要这样那样帮忙的空间 但是从一开始 先不要有一个依赖的思想 老师我想说一下 我并没有对人脉的依赖 但是我拥有的这些东西 可以帮助 也可以让我快速地成长吧 如果说我去那边 我是真的是 其实我更担心你的 不是你不上进 而是你未来的急功近利 这个时候 尤其是这个年纪的时候 是需要有你自己 能够立得住的一片天的 所以我建议你 真正的爱 是放开眼下的 而去走一个一地链 我觉得不一定 听见腻在一起 就是最好的 他就是想这样啊 只是陪陪会舍不得他 我话说给他听 对 所以他让他坚定信念嘛 是的 附老师 我跟大家的看法 有很大的出入 这件事情分两面来说 无数次相同的桥段 在这个舞台上表演 告诉所有的女生一个问题 在热恋当中 男人的豪言壮志和甜言蜜语 一文不止 当需要他做出真实的奉献的时候 他就开始退缩了 一个女人可以为一个家庭 十月怀胎 重负临盆 分敏之痛 那为什么一个男人 不能为一个女人 远走他乡呢 我认为这才是真实的奉献 要到真当的 到那坎上的时候 讨厌那些所谓的 田野蜜语和海誓山盟的时候 就到了 这是一头 所以 Voice of M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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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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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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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了 在这里要感谢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